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即,上次開箱過四條Micron Crucial P5 Plus SSD 我有提到OWC的Express Volume 2 這集我們就來和大家聊聊這個小巧的外接盒 那麼搭配四條2TB的SSD可以怎麼玩 以及它在實際應用上面可以怎樣解決我們的哪些問題 現在我們大多數的影片都是拍攝4K 60fps的素材 即便是IPB Lite最節省空間的方式來錄製儲存 但是一個影片製作的素材還有剪輯檔案 大概平均有個100GB 少數內容比較多,規模比較大的影片甚至會超過200GB 那可以想像即便是一條重量2TB的SSD 大概拍不到20部影片就塞滿了 原本儲存的方式有三份,這三份不是三種 首先速度最快的這份是外接SSD 手上我們大概也有10多顆 那其中比較大容量2TB的優先都拿來存素材還有專案檔 好像有5、6顆左右 第二個是NAS,它存在機械硬碟裡面 那第三個就是雲端的備份了 但其實雲端作為大家平時、平常在家工作使用 其實它的使用頻率比NAS還要更高 所以NAS那份看起來比較像是在做冷輸存 而現在手上外接SSD一多 即便我已經做好標示跟分類了 還是經常會拿錯SSD 或是記錯檔案放在哪一顆 而且你經常要等它插上電腦 然後確定你是找不到這個檔案的你才知道 好,這一顆裡面沒有我要的,再換下一顆 偶爾也會誤以為自己是不是有弄丟某份資料 反而花了更多時間去找 或者是就要回NAS裡面去撈了 但是這些其實也是沒有必要的重複動作 是很影響心情的 那還有一個痛點 就是IMAC的IO真的太少了 那雖然說恐不多這件事情可以用Duck去解決 但是我更想指的是平寬的這個瓶頸 真的很煩 因此我覺得現在需要一個大容量的集中儲存 但是速度又要夠快 Oflash雖然很貴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它就是一個必要的選擇了 總之就是大家看到的 我選擇了四條美光的Crucial P5 Plus 2TB 總共8TB 兩年前我打算開始建置這樣的設備時 還在考慮要用SATA SSD還是M.2的SSD 但是隨著現在M.2 SSD的價格逐步下降 其實同容量的M.2其實沒貴多少 但是速度是可以差個好幾倍的 因此決定就是使用M.2 NVMe寫定的SSD 至於是Gen3還是Gen4我覺得都可以啦 反正以後等這四條SSD退役以後 可能都已經到PCIe Gen6的時代了 那這個時候四條Gen4的SSD 再拿去做文書記的拍機碟或是當個隨身碟 其實都是很合理的價值延續方式 當然如果你對SSD很熟悉 你看到這邊一定覺得這個人腦袋有洞 Thunderbolt 3 SSD的外接盒雖然速度很快 可以達到2800MB per second 但是放P5 Plus 單條速度可以到5000、6000MB的SSD來講 根本是暴鐵天物 我覺得也沒那麼嚴重啦 畢竟你現在如果想要找大容量 然後有牌子可靠的SSD Gen3速度的通常也就是3000MB 那在速度上這一點來講其實也是被浪費掉嘛 那其次呢就是除了這次這個用途 我之前也有做過一部影片 是關於這四條SSD在Windows裡面做陣列 可以跑到25000MB的一整個系列的測試 那是我這次選擇 Megrand Crucial P5 Plus 2TB 這款PCIe Gen4 by 4 SSD的原因之一 這四條SSD要讓Mac用掉 扣除掉黑蘋果還有Mac Pro 唯一合理也是速度最快的方式 就是Thunderbolt外接了 而OWC這台有幾個很大的優勢 首先就是它的機構很小 所以放在iMac後面就很合適 不過它的電源供應器是獨立出來一顆的65 我會比較喜歡內置電源的設計 這樣整個一套放在iMac後面 整線的時候會比較簡單簡潔 那目前呢我就是這樣外接和直立 剛好它頂部還有一些空間 剛好可以放電源 那之後我再找個東西把它固定一下 那也算是圖炮的二合一了 直立擺放不僅節省空間 兩面它也都貼好了腳墊 因此靠牆放的時候既不會掛上牆面 也能自然地為出風口留下散熱的空間 其次是它有DisplayPort的輸出 而且支援4K60Hz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 有外接螢幕的需求跟習慣 就不用額外買轉接器或是Dog了 只是用這一台搭配Thunderbolt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就像我現在使用 雙螢幕是在iMac的右邊 而Express 4M2它就放在外接螢幕的左後方 這樣就不會跟iMac右後方的IO打架了 目前這樣使用下來 一邊輸出4K60Hz的畫面 一邊跑測速都是蠻穩的 與沒有輸出畫面的速度是完全一樣的 得利於內建有風扇可以做的主動散熱 整體的溫度也控制得一 如果你對OWC的產品線很熟悉的話 直覺你可能會想到另外一款產品 就是OWC的Thunderblend 我也很喜歡這一台 因為它其實是Fanelist的設計 對於很討厭工作環境的人 像是我來說 就會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這一款它就沒有像 Express 4M2這一款 它有單出外接盒的版本 可以讓消費者自行安裝想要的SSD 從價格比較我可以看出來 外接盒加上我這次選擇CP值很高的P5 Plus 4條3萬再加上外接盒 選用Soft Red版本的11520 那也在42000塊以內 而且如果我是選擇Gen3的 例如說P2或是P5好了 那那個價格大概還可以再減個1萬塊 所以同樣價格呢 Thunderblend你只能買到容量一半的4TB的版本 當然以OWC這麼有CP值的品牌 會有這樣的價格差異其實還是有很多細節跟不同 需要去考慮到的 之後如果我有機會再開箱到這個比較高級的Thunderblend 再和大家細聊 大概是2019年的時候 我有看過正在展示運作當中的Thunderblend 它完全無風扇全靜音無震動的優點 真的令我印象深刻 如果是想DIY的人選Express 4M2 在經濟上也會是比較輕的負擔啦 而且內建散熱風扇對於長時間使用上會更加放心 風扇的設計為出風 所以是平躺的話就是由底部排出散熱 而前面板的洞洞孔就是進風 打開外殼可以看到內側還有海綿 可以擋住一些進風的灰塵 算是蠻貼心的設計 整體的噪音表現也和我預期的差不多 它大概是比iMac還有MacBook Pro的風扇低轉速的時候還要再大一點 對我來說不能算是靜音 不過我覺得還要考慮到其實我比大多數人對這個聲音是比較龜毛的 所以我覺得對大多數人來講這個聲音其實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此外夏天如果我只開直流風扇的話 聲音也已經比這個還要大了 或是iMac的負載高一點點風扇稍微轉起來一點點的時候 那那個聲音就差不多了 通常這樣的話大概還是有兩種解決的手段 那當然也可以雙管齊下 第一個就是找個更安靜的風扇來自己更換 第二個就是之後可以用1米或2米的 Thunderbolt Cable 把Express 4M2放遠一點就可以了 不管是Express 4M2還是Thunderblend 對外競爭很大的優勢就是有RedFi 雖然我個人是並沒有很喜歡做Red啦 也沒有在Mac上面實驗做過Red5的經驗 但這次因為要測試4條的效能 所以嘗試在Mac上面使用了Red5 別說免費工具了 連付費的我好像都只有看到Soft的Red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邊也要分開講一下 如果你是Mac的使用者 確定自己只會做Red0、Red1、JBot的 買不帶軟體的8220的款式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打算用到Red4、Red5、Red10 那我建議就是直接買GioSoft Red的版本是最方便 那價格是11520 當然如果大家有在Mac上面免費、好用、強大的Red工具 也務必跟我分享喔 然後補充一點 Red10目前在較新的Mac上面 雖然無法用內建的Red的輔助工具來達成 但我看資料是說可以用Terminal去做 不過目前作為測試的這台iMac它上面還有兩條 容量都是2TB容量的磁碟 我怕一個眼花刪錯資料那就慘了 那加上Soft Red的圖形畫介面比較好操作 這也是我上面會建議有Red10需求的人 就可以直接買Soft Red的原因 總之以下的測試數據 Red4、Red5、Red10都是用Soft Red來達成的 只有Red0我是用Mac內建的Red工具來做到的 首先看到速度通常最快的Red0 也是日常中我覺得使用性最高的選擇 可以用到完整8TB的空間 但是毫無背緣 讀寫速度大概在2100MB左右 最快可以到2300MB Red10的容量可以達到4TB 另外一半就拿去做背緣了 特性是寫入速度會比較慢 實測大約是1100MB左右 不過讀取速度依舊可以達到2000MB 而Red4、Red5的特性比較像 容量都是做到6TB Red4相較Red5更適合用在SSD 實測寫入約1000MB 讀取能達到2000MB 甚至2100MB 硬體設計上採用比較簡明的方式 直接從Thunderboard晶片拉出PCAE的通道 一條SSD一個 那麼理論上單條速度就只有PCAE券300萬 在這個情況下其實就可以想到Red1還有J-Bot 在Express 4M2上面就比較難發揮效益 所以我就沒有安排測試了 外殼採用的是鋁擠型的外殼 外殼沒有太多的溝槽或是紋路 我覺得在保養還有清潔上面都是比較方便的 真的要說一些缺點的話 除了前面我提到我比較喜歡那支電源嘛 那我也希望OWC的團隊可以考慮一下 不要用黑色的 蠻容易沾手油的 而且如果你的顧客大多是Mac用戶的話 或許維持鋁金屬的銀色 對Mac user來說會覺得比較好看 比較好搭配到整個工作環境當中 希望原廠也可以考慮看看啊 剛好最近Hack也購入了Apple的Mac Studio 實測使用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比之下就可以看出Express 4M2做的蠻小巧的了 此外還有一個小巧思就是OWC的經典傳統 就是在Thunderboard的IO上面你會看到兩個孔 這個可不是指示燈哦 這個是讓你可以搭配線頭固定器 這樣就不怕傳輸到一半的時候 扯到機器或扯到線導致資料損毀的情況 另外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的iMac是有在UPS上面的話 或是你的電腦有在UPS上面 那這種外接合我也建議 它也要在UPS的回路上面 不然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你停電的話是不是資料傳輸到一半 遇到跳電那也是GG啊 我是沒有遇過啦 就是單純提醒一下 因為我覺得接下來進入夏天了 或許除了變更熱 那用電的需求也會變高 可能這個跳電的情況會變得比較嚴重 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準備了兩台UPS在使用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這期對於OWC Express 4M2的評測 邀請你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